然后我当时我就震惊了 我说做头发要4776 你完全没有跟我讲 分区的 你做中间六个区域 两边三个区域 加起来12个区域 说398 然后做了12个区域 然后就是乘下来 就是4776 理发店套路惊呆小伙 他只不过想花398元 烫一个人见人爱的头发 怎料理发店竟然暗区收费 把小伙的头发分成12个区 每个区域就要398元 就这样小伙被坑了4776元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据了解小刘是一名大学生 为了追赶社会潮流 决定烫一个令人眼前一亮的发型 于是来到他常来的理发店 向设计师说明了自己的诉求 设计师也是专业的摸了摸小刘的头发 表示小刘的发质不是一般的硬 如果想制造出帅气逼人的效果 就要体验一下他们店新推出的服帖套 不要998只要698 如果是会员 还可以优回到398 小刘听后安安自喜 还好自己正是本店尊贵的会员 所以决定花费398元 体验一下这闻所未闻的服帖套 因为全程他都在躺平 完全看不清理发员是如何操作的 就这样持续了一个小时 理发员就声称做好了 小刘迫不及待地照照镜子 发现自己烫了还不如不烫 这个一头长了毛的大萝卜 有什么区别 但更令他崩溃的还在后面 说398 然后做了12个区域 然后就是沉下来就是4776 然后我当时我就震惊了 我说做头发要4776 你完全没有跟我讲 你最开始说的是398我才做的 小刘听到自己烫发 还要按趋收费时 一时间震碎了他的三观 于是找来媒体 曝光这无恶不设的理发店 分区的 你说中间六个区域 两边三个区域 加起来12个区域 你说398 然后做了12个区域 然后就是沉下来就是4776 然后我当时我就震惊了 我说做头发要4776 你完全没有跟我讲 小伙仅仅烫了个发 就被理发店收取4776人 理发店给出的解释 更是让小伙怀疑人生 表示小伙的头发被分成了12个区 每个区398人 所以收取高昂的烫发钱 也合情合理 小刘直呼不可思议 选择找来媒体曝光子店 很快小刘在价格单上 就发现了端倪 明明会员价是218元 凭什么要收取他398元呢 这不是明摆着欺骗消费者吗 但对于小刘的质疑 店员却是这样解释的 他称自己可是此店的理发总监 像他这种级别的给你理发 多收点钱也并不过分 小刘当即提出反驳 就算是398元的话 为什么结账 却要收他4776元呢 结果店员的回复 让众人惊掉下巴 好家伙 相信市场所有的人 都没听说过 理发还要按区域里的 正当小刘提出 让店员数数自己的头发 是如何被分区的时 店长却突然出现拦住了店员 见对方如此心虚 小刘决定提出全额退款 那么店家会同意小刘的请求吗 然后我当时我就震惊了 我说做头发要4776 你完全没有跟我讲 分区的 你说中间六个区 两边三个区 加起来12个区 你说398 然后做了12个区域 然后就是存下来 就是4776 理发店有了新套路 小伙不过就是烫了个头发 却被理发店分区收费 把小伙的头分成了12个区 每个区按398元收费 结账时要求小伙支付4776元 可令人感觉更加离谱的是 小伙当时还真就把账给结了 回家后才意识到 自己是被骗了 这才找来媒体寻求帮助 调解员也想见识一下 小刘的头发 究竟是如何被划分区域的 可就在这时店长却突然出现 对店员现场分区的演示出手阻拦 并表示关门送客 小刘对此难以接受 认为对方心里有鬼 于是提出将会员卡里的钱 全额退给自己 店长也表示 钱可以退还 但要承担30%的违约金 小刘听后气的头发都要炸了 先不说自己花了多少钱烫发 光凭这烫发的效果 就足够他哭一阵子的 他以为花大下限烫的发 会有多么浪得虚明 结果就像是一颗发了毛的鸡蛋 越说越气的小刘 决定找到相关部门处理此事 经过相关部门的检查 发现店里存在违规行为 商家给小刘使用的药膏 竟然都是一些三无产品 事后工作人员将会对此店做出处罚 还小刘一片清白 那么对于烫发还要分居一事 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